遇到不太行的老师该怎么自救 很多人会告诉你认真听课 课上十分钟抵课下一个小时 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前提是你的老师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平 有的老师水平确实很一般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自救呢 今天这个方法小出高都适用 欢迎点赞收藏 第一用教导主任的心态听课 买教师专用的课本提前预习 上课就当自己是旁听的教导主任 边听边想一下这个知识点讲的怎么样 如果是我来讲我该怎么讲 倒逼自己思考还能够防止打课睡 第二边听边梳理课程思路 它不是照本宣科吗 那你就当听了一遍课本的音频版呗 不看课本集中在听上 边听边梳理课程思路 思维导图或者列大纲都可以 等到快下课的时候 再翻开课本看书理的对不对 最后买一本辅导书 补充一下扩展的知识 这样下来想学不好都难 三果断爬墙改粉别班的老师 当然了换老师可能有点不太现实 但是逮住别班老师问问问题 还是可以的 思路清晰的老师 稍微点步一下 你就能够豁然开朗 但是记住 一定要趁自家老师不在的时候再去 如果你们有好的学习方法 欢迎关注我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教育的硕士 带您将孩子快速开窍 轻松拿高分 请不吝点赞 Christopher